这周中国公布了第一季的经济资料 GDP成长率同比增长了5.3% 比原先预期高很多 有国际媒体就在讨论 中国经济最坏的时候是不是过去了 但这个好消息 很多中国老百姓说 他们感觉不到 有网友说他薪水没涨 还有高学历的朋友被炒鱿鱼 这增长大概都涨到高官的口袋里去了 他现在得要精打细算 化妆品买小样 吃饭去社区食堂 这以前是老人才会去的地方 但因为便宜 一天餐费可以压在台币450块以内 越来越受到年轻人欢迎 最重要的是 赶快把分期贷款都还一还 以免哪一天突然被炒 变成欠债一足 在中国还不出钱的下场可是很惨的 今天我们就要来看看有多惨 另外民众欠债太多 全民拼还钱 对经济又会有什么影响 大家好我是饭学肥 欢迎收看饭学肥的特别看事件 先讲个故事 有个住在佛洛山的秦小姐 出社会的时候碰上中国房地产起飞 存下一小笔钱 后来投资朋友公司还刷卡帮忙电开支 没想到正要上轨道的时候 疫情来了 不止公司倒了 她也欠下了一屁股债 在中国个人是不能申请破产的 就我们等一下会讲 总之意思就是秦小姐的债会跟着她一辈子 她找了新工作想要慢慢还钱 没想到入职之后发现她因为信用扫地 不能买高铁票机票 但新工作经常得要到处跑 中国又幅员广大 不可能每次都搭买车 最后就好把工作辞了 她现在在一间中药店工作 底薪约台币13000 但债务还有台币130万左右 还债的日子还很长 秦小姐之所以没有办法买高铁票 是因为中国每个人的金融行为 都跟社会信用体系绑在一起 欠债人的信用点数极低 就会被剥夺很多权利 虽然大部分债务人还是有在还钱 没有要赖账 但还是会被叫做老赖 甚至被主管机关打入黑名单 根据华尔街日报 目前公开的老赖人数有830万人 年龄介于18到59岁之间 这可是中国工作年龄人口的1% 这些老赖除了不准搭高铁飞机 某些城市还规定 欠债人不配住新级旅馆 不配当公务员 连高速公路都不准上 这些都算小事 最可怕的是电子支付被停权 有个住在江西的广告公司老板就告诉金融时报 他的微信支付被停掉之后 连给儿子买吃的都是问题 这也衍生出了代购黑市 就是又专门帮欠债人买票订旅馆 但要是被抓到同样是重罚 另外政府还会强制决定债务人 每个月的收入得要拨多少来还债 广州就有个38岁男子月薪扣掉还款之后 还剩下台币4万2 勉强可以养家 但他最近生了小孩 就问法官可不可以把养家费调高台币1万左右 债当然就要少还一点 不问还好 一问法官还嫌4万2太多了 最后每个月能花的钱几乎砍半 既然欠债会被政府追杀成这样 那这些人一开始是怎么欠这么多钱的呢 专家说这不只是买了什么的问题 还要从社会文化跟教育层面来看 第一就是我们讲过的有土私有才概念 很多人就算用借的也要凑到头期管来买房 这在经济情况好 大家都有工作的时候当然没问题 在疫情期间薪资成长停滞 失业率高 很多人搅不出房贷 去年中国法拍屋挂拍数量达到79.6万户 创历史新高 但成交率不到两成 就可以看出还不出钱的超多 接盘的人又超少 房利产爆雷之后 一堆贷款埋到烂尾楼的 想炒房被套牢的都成了债务人 第二民众缺乏借贷风险知识 有专家告诉美国之音 跟银行借钱得拿房子车子去抵押 没有抵押品的人就透过信用卡 尤其中国要申请信用卡很方便 基本上只要有身份证 没有不良记录就会过 银行每年发出的新信用卡 高达数千万张 但很多人根本不了解这其中的风险 一名香港金融专家就说 香港人知道信用卡借贷利息很高 所以会去找其他的低利管道 但中国民众普遍不大会看利息划不划算 所以经常本金利息滚一滚 加上罚金就变成天文数字了 第三消费主义盛行 薪水涨幅却跟不上 微信支付宝等支付平台 看准民众想买最新买好商品的心态 都推出先买后付的服务 我们的中国携手锐营就说 中国的网购几乎买什么都能分期 还不是什么三期六期哦 像他在京东上看到的iPhone是24期零利率 如果今天要一次喷个三四万买手机 你可能会考虑一下 但能够分两年还 很多人都会先刷再说 刚刚说到欠债的人 大多愿意努力还债 但要是负债金额真的大到怎么还都还不完怎么办呢 在台湾或欧美国家 可以根据破产法清算债务 把资产全部摊开 能还的就还 剩下的一笔勾销 但中国目前还没有个人破产法规 连企业的破产保护法也是2007年才生效 专家说 中国社会在债务关系中比较保护债权人 在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的观念之下 普遍觉得欠了钱的人申请破产 就是想要占社会便宜 但中国学者指出 个人破产法并不是方便债务人甩锅 而是当负债金额太大的时候 能透过法律让债权人有机会拿到部分的补偿 同时给债务人一个重来的机会 尤其中国大概有5200万个中小企业 公司的经营情况跟老板的财务绑在一起 公司倒了 老板全家家员工也被一起拖下水 如果没有保险机制欠债的人 才真的可能摆烂不还钱 影响的还是整体经济 他认为破产法形同财富再分配 让债权跟债务人共同分摊成本 才能减少社会跟经济问题 但是呢 这政府也没兴趣 一方面是想要立法 就得要推动财产金流透明化 那政府官员跟利益团体的 财富行为不就都被看光光了 另外地方政府也认为管辖的地区 如果有太多人申请破产很难看 好像投资做生意的环境很差一样 所以到目前为止 中国只有深圳2021年开始事半 但1000多个个人破产申请中 只有三成顺利通过 但专家指出个人破产法 其实在个人债务增加的时候 能帮助减少对经济跟社会的冲击 中国现在正面临这个困境 除了刚刚的老赖黑名单 人数创疫情以来新高 北京社科院的数据也指出 去年中国的家庭负债规模 相当于GDP的64% 反映家庭的借贷增长 但是收入没有同步增长 碰上大环境不好的时候 民众的还款能力就更差 大家都怕上了黑名单生活受影响 于是赚钱都拼命还债 消费能省就省 投资更不用想了 华尔街日报说 这就叫做去杠杆化 日本在房地产泡沫之后 就像这样 企业跟个人把钱都拿来还债 就算利率降到零 也不愿意借贷 之后引发了通货紧缩 跟经济停滞的恶性循环 美国的刺激房贷危机 也导致多年的去杠杆化 替消费跟成长带来压力 虽然经济学家认为 中国是中央在控制银行系统 真的很危险的时候会注入资金 不大可能出现美国那种金融危机 但是也警告 如果民众习惯这种减少消费的模式 对经济成长会造成很大的冲击 这还会进一步影响到中国跟西方之间的紧张关系 因为在国内大家都不消费 政府就会把更多的重心放在制造跟出口 大力补助国内的企业 这就是我们前几天讲的倾销问题 让中国跟西方国家的贸易冲突更为严重 像这次中国GDP成长超过预期 本来应该是大好消息 但仔细去看 就是高科技制造业增长所垫出来的数字 结果一大堆外国政府都在担心 中国低价产品要大举进攻了 所以是新一波的China Shock 对于破产法我还有个看法 就是破产还跟创新能力很有关系 讲到西谷的创新精神 很多专家都会提到 是因为西谷对失败的容忍度高 失败了从失败中学习再站起来 第二次成功的机会就高很多 这不是文化上说说容忍度高就够了 制度也要对失败的容忍度高 加州破产法的设计就是门槛低 破产相对容易 让失败的人有机会再来一次 大家都知道我摔了会很痛 但我不会死 这样是不是会更愿意尝试新的做法呢 其实我看台湾社会对失败的容忍度 也不怎么高 今天我想请大家来谈谈 你所在的社会对失败的容忍度高不高 有用告诉我 今天特别感谢任瑞婷协助申稿 你如果喜欢这个节目 赶快分享给更多人看见 你可以订阅Light Today的官方账号 它就每天把重要的新闻 包括这个节目推送到你的手机里 万一错过了 到Light Today估计栏目就我们所有的报导 但其余的谁在开世界 天位里精选一则国际话题 带你快速摇动世界大事 明天是宗翰的小发明大革命 后天是凯莉的人物发尽 我们终于见